《生命纪》第十一章 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 威严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 和其全地所行的神机骑士 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 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 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 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 于是你们来到这地方 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遍子孙 以利亚的儿子大滩雅比兰 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 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 唯有你们亲眼看见 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 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 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取 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 并使你们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 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你要进取得为业的那地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在那里撒种 用脚浇灌 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 从碎首到年终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你们若留意 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尽心尽兴侍奉祂 祂必按时将秋雨春雨 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辛酒和油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 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 长草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偏离正路 去侍奉敬拜别神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是天闭塞不下雨 地也不出产 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 给你们的美地上 速速灭亡 你们要将我这话 存在心内 留在意中 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城门上 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上 可以增播 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 你们若留意 尽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的道 专靠他 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 就是比你们更大 更强的国民 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必归你们 从旷野和利巴嫩 并柏拉大河直到西海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 站立得住 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照他所说的 是惧怕惊恐 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 看啊 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 都沉明在你们面前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 就必蒙福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诫命 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就必受获 即至耶和华你的神 领你进入要去德威耶的那地 你就要将祝福的话 沉明在吉利新山上 将咒诅的话 沉明在以巴陆山上 这二山 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 月落之处 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 与吉甲相对 靠近魔力像树吗 你们要过约旦河 尽取得耶和华你们神 所赐你们为业之地 在那地居住 你们要举手遵行我今日 在你们面前所沉明的一切 绿丽典典章 第十二章 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 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 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 乃是这些 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 侍奉神的各地方 无论是在高山 在小山 在各清脆树下 都毁坏了 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柱像 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 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 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 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 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你们各支派中 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将你们的凡记 平安记 十分取一之物 和手中的举记 并还愿记 甘心记 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都奉到那里 在那里 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 你们和你们的家属 都可以吃 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 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 就都欢乐 我们今日在这里 所行的是个人 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 因为你们还没有到 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的安息地 所给你的产业 但你们过了约旦河 得以住在耶和华 你们神 使你们承受违业之地 又使你们太平 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 扰乱 安然居住 那时要将我所吩咐 你们的烦记 平安记 十分取义之物 和手中的举记 并向耶和华许愿 献的一切美记 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 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你们和儿女 扑弊 并住在你们城里 无分无业的立为人 都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 不可在你所看中的 各处献烦记 唯独耶和华 从你那一支派中 所选择的地方 你就要在那里献烦记 行我一切 所吩咐你的 然而 在你各城里 都可以照耶和华女神 所赐你的福分 随心所欲 再生吃肉 无论洁净人 不洁净人 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 只是不可吃血 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你的五骨 心酒 和油的十分之一 或是牛群羊群中 投生的 或是你许愿献的 甘心献的 或是手中的举祭 都不可在你城里吃 但要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吃 在耶和华女神 所要选择的地方 你和儿女 仆比 并住在你城里的 立位人 都可以吃 也要因你手所办的 在耶和华女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 在你所住的地方 永不可丢弃立位人 耶和华你的神 照他所应许 扩张你境界的时候 你心里想要吃肉 说我要吃肉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 耶和华女神 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 若离你太远 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 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 取些仔了 可以随心所欲 在你城里吃 你吃那肉 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 无论洁净人 不洁净人 都可以吃 只是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吃血 因为血是生命 不可将血与肉同吃 不可吃血 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不可吃血 这样 你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你和你的子孙 就可以得福 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 和你的还愿祭 要奉到耶和华 所选择的地方去 你的梵祭 连肉带血 都要陷在耶和华 你神的坛上 平安季的血 要倒在耶和华 你神的坛上 平安季的肉 你自己可以吃 你要谨守听从 我所吩咐的一切话 行耶和华 你神眼中 看为善 看为正的事 这样 你和你的子孙 就可以永远享福 耶和华 你神将你要去 赶出的国民 从你面前剪除 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 那时就要谨慎 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 随从他们的恶俗 陷入网络 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 这些国民 怎样侍奉他们的神 我也要朝阳行 你不可向耶和华 你的神这样行 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 行了耶和华 所增贤 所恨恶的一切事 甚至将自己的儿女 用火焚烧 献予他们的神 凡我所吩咐的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第十三章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或是做梦的起来 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对你说 我们去随从你素来 所不认识的别神 侍奉他吧 他所显得神迹奇事 虽有应验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 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誓言你们 要知道 你们是尽心尽性 敬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不是 你们要顺从 耶和华 你们的神 敬畏他 谨守他的诫命 听从他的话 侍奉他 专靠他 那先知 或是那做梦的 既用言语叛逆 那领你们出埃及地 救赎你脱离 为奴之家的耶和华 你们的神 要勾引你 离开耶和华 你神 所吩咐你行的道 你便要将他致死 这样 就把那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 你的同胞弟兄 或是你的儿女 或是你怀中的妻 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 若暗中引诱你说 我们不如去侍奉你 和你列祖 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是你四为列国的神 无论是离你近 离你远 从地这边 到地那边的神 你不可依从他 也不可听从他 也不可顾惜他 你不可连续他 也不可遮蔽他 总要杀他 你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 将他致死 又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他想要勾引你 离开那 领你出埃及地 维奴之家的耶和华 你的神 以色列众人 都要听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 再行这样的恶了 在耶和华女神 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 你若听人说 有些匪类 从你们中间的 一座城出来 勾引本城的居民说 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 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你就要探听 查究 细细地访问 果然是真 准有这可憎恶的事 行在你们中间 你必要用刀 杀那城里的居民 把城里所有的 连牲畜 都用刀杀减 你从那城里 所夺的财物 都要堆积在街市上 用火将城 和其内所夺的财物 都在耶和华女神 面前烧进 那城就永违荒堆 不可再建造 那当毁灭的物 连一点都不可 粘你的手 你要听从 耶和华女神的话 遵守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行耶和华女神 眼中看为正的事 耶和华就必转移 不发烈怒 恩待你 连续你 照他向你列祖 所起的事 使你人数增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